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第十三章第八节 默想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这不是属世界的境界 人不认识神 不可能有如此属灵的境界 世界的定律 人为我 我为人 人爱我 我爱人 人负我 我也负人 因为人的爱因始祖堕落后 爱的本质变了 人的价值观也变了 人不再以神为中心 人都以自我为中心 人的爱是互利互惠的 是自私的爱 你对我好 我就待你好 你不爱我 我就不爱你 人的爱焦点 不再集中在神的身上 而是集中在 我的身上 人对他人付诸的爱和帮助 是因着我对这人或这件事 合乎我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 人之所以爱 是为了平衡自己的良心 体现自我价值 凸显自己是善的 以此获取声誉和利益 人之所以去爱 总之是对自己有益处 神国的定律是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这是我们常人无法领受的 因为我们习惯性的 以世界的价值观来衡量 这人或者是 是否对我有益处 我是否吃亏 神国的价值观 首先归正我们里面 救人堕落的思想 我们里面的救人 喜欢做王 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我们在每件事上 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神要我们生命中 以他为首位 以神掌权 神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 神都加给我们 神要我们的爱 首先爱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人首先要与神发生关系 人首先接受神的爱 被神的爱得着 人才知道何谓爱 人才有力量去爱人 彼此相爱 是神的命令 因为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在我们做仇敌时 他先爱了我们 他为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神怎样爱我们 我们也当怎样相爱 要常以为亏欠 我们之所以如此认识 是因着我们亏负神的爱 我们欠神一千万银子的债 永远无法还清 当别人亏负我们时 我们如果还怀愿在心 计算人家一千银子的债时 神也要追讨我们的债 所以我们待人时 首先要衡量神 如何待我们 我们才会以正确的态度待人 所以 无论何人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太第七章第十二节 祷告 主耶稣啊 当我无法去爱人时 使我思想你怎样爱了我 使我每天与你的爱连接 住在你的爱里 使我靠着你的爱去服侍人 使我知道 自己是一个永远无法还清罪债的人 你却赦免了我的一切的罪债 使我不要忘记你的恩典 不要站在你的位置上 定罪论断人 使我知道今日能站立在你面前 完全是你的恩典 所以 我当靠着你的恩典 去连续身边的人 使我常以为亏欠 视别人的软弱为我的软弱 以你的爱去服侍软弱的人 奉主圣明 阿们 每天亲近主